感受生活 品味文化 这里是文化时分 大家好 我是殷琪 今天的节目里 我将与您一起分享和感受文化的魅力 日前生生不息 叙事的黄河大型当代艺术展 在银川当代美术馆隆重开幕 面对黄河这一永恒的母题 来自全国各地的66位艺术家 用绘画 雕塑 装置 影像 民间美术等艺术形式 进行了个性化的创作 他们的作品 既包含对自然历史的关照 也有对黄河精神的赞美 既有万家灯火的温暖 也有对河流生态的关切 那今天节目 我们就一起跟随记者的镜头 到展览现场去看一看 好 好 这些人 来 这是艺术家李枪作品的布展现场 通过对几吨的花花绿绿的书和杂志的挑选 撕扯和堆叠 依靠纸的层次和纹理 浮现出期待中的形象 这是艺术家独特的创作方式 这件为此次展会专门创作的作品 在布展的过程中显得有点神秘 云川当代美术馆的定位当中就有我们作为黄河畔的第一座当代美术馆 我们一直有一个溯源 就是要做一个跟黄河相关的一个展览活动 那么正好在今年的六月总书记来到宁夏视察黄河的时候 也提出了对黄河文化的保护传承 那么同时在今年受到新冠疫情的影响 全球都处在一个非常低迷的状态 那么我们就在想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 我们是不是以黄河精神为主题来做一个展览来鼓舞和激励大家 所以生生不息叙事的黄河在这种背景之下应运而生 像这个字品呢 其实是表现唐代的女佣的舞蹈的女佣一组 拿着不同的乐器包括扭准的动作 它其实跟我这个书的这些穿插这种乐趣的关系 对接的关系会产生一种力量的一种节奏啊 一种美 用其他材料做就没有这样一个感觉 还有书的这本身的内容的信息或当代的信息 或那种我们在记忆中的古老的信息之间那种 在不同的每一层里边就撕的时候呢 我想每一个层都是历史的一个断结面 你会感觉到我作品一直在一种现场感 一直在进行当中的感觉 我这样弄的时候也会形成一个就是 相当于黄河的一个历史的一个河流的碎片一样 那么我们这些图像呢 可能就是一个我们碎片中留下的图像的记忆 一个图像的符号 为什么会有这些碎纸呢 我这些碎纸是从画面上撕下来的东西 因为它撕下来它呈现了图像 所以这个碎纸是我的重要的语言 它和我自评组成部分 所以它必须在现场 它不在就不对了 黄河的风景啊 我觉得是个永恒的主题 大概有四年的元旦 我在中央美术学院举办完诗生的新年联欢会之后 从办公室就到机场 元旦早晨的三点钟 到了黄河边上 第二天一早就看黄河的日出 当然主要是进行写生 那在农冬时节 我就直接下到黄河边上 下到黄河边上什么感觉啊 就像你在家里打开冰箱 站在冰箱门口的感觉 这一条大河就是一个巨大的冰箱 寒气逼冷 颜料也好 甚至油 调色油也好 都基本上冻结了 但是在那种感受下去画黄河的冰林 去画冰林在冬天的这样一个河流中 穿行 碰撞 涌动的这种景观 我想这是在自己的工作室里 对着照片不可比拟的 我的这幅作品 题目叫做《围于茫茫》 就是在毛泽东主席当年写 《庆元春雪》 他看到的景象的那个地点 做的写生 在那里是从陕北看山西 整个的山脉应该说笼罩在一种气息之中 《围于茫茫》对于我来说 我觉得始终是一种意境 正是因为他的茫茫群风 茫茫气象 能够让人生发起历史的感怀 把这样一种感受表现出来 我想是画家们的追求 我也是这样 我们生活在黄河边 长在黄河边 对黄河边这个女人的这种心理 这种诉求 这种思想太了解 太熟悉了 黄河的这种精神 分流不息地流淌在一个女人的血脉里面 她滋养着这个女人 交换着这个女人 所以她这花重新生 当你愁苦的时候 你坐在炕头上 下弯 冒脚上 一会儿 心里面就亮堂了 艺术家刘洁琼 是民间剪纸大师高凤莲的女儿 日日聆听黄河的吟唱 从小看着不同的造型 从母亲灵动的双手中诞生 让刘洁琼对剪纸和布堆画深深着迷 并以巨大的激情 创作出长达十米的布堆画作品 《大河之魂》 我母亲给我讲到黄河文化就是龙文化 龙行千蕾 龙行万蕾 这个书就是长情书上开红款 红款就是让自己要也许生命 也许不对的意思 所以它这里面它是有很多的符号的 这幅不对画呢 做完以后没地方放 我可以说是第一次又拿出来欣赏 特别激动 它就像我的孩子一样 所以我说我今天看一下 我说完全是一个女人 一个母性 以色彩的碰撞 以剪刀的碰撞 完全就是一种心灵心虚灵智的一种表达 每到过年的时候 到拉月的时候 女人就聚在一起 抗头上唱着 就你的歌 搅着手里的花 整根葱子 那个窗户上的那个花呀 贴得红红绿绿的 就像一个歇活的花的一个展示空间 所以说民间的女人 用这种生活来表达自己的美 艺术家伍波是迎川人 他的作品始于在黄河边取水 我在黄河边长大 然后看着黄河就这样晶晶流淌 那它已经其实慢慢地 深入到我的身体 和我的生活各个方面 那再放大 就是更高一点去看的话 其实整个的中华的这个文明 在历史上面 它也是这样 那么作为我这一代人呢 看到这个变化 就和我的父辈啊 具体的个体来说 他会有一些在认知啊 价值观啊 什么样有一些冲突 这种冲撞呢 很多情况下是不可调和的 或者说很纠结 然后那个内心的一种纠葛 是无法剥离的 所以这种情绪 导致我想到做这么一个作品 那么它这个黄河水 最后把这个宣纸啊 它慢慢地渗透和浸淋下来以后的 这种状态啊 变成一种就是说 不可书写 然后也不可剥离的一种状态 就表达我个人内心的一种情绪吧 用不同的艺术形式来表现黄河这个巨大的主题 从传统到当代 有关黄河的视觉作品贯穿起来 本身就是一部中国美术史的重要缩影 用美术的方式来讲述黄河的故事 我觉得是我们今天中国美术应该承担的文化使命 更古奔流的黄河 作为中华民族的精神图腾 锻造出中国人勤勉坚毅 百折不挠的民族性格 也将历史与传统沉淀在中国人的血脉之中 正如策展人范迪安所说 艺术家们关于黄河的艺术表达 展现出了黄河独特的自然生态 丰厚的人文内涵和多彩的生活景象 犹如生生不息的黄河 在叙述着自己的前世今生 今天节目就是这样 获取更多的文化资讯 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关注我们文化时分公众号 参与节目互动不仅有机会 迎娶演出门票或者是文创产品 还能够参加我们的线下活动 有机会和你喜爱的艺术家面对面